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水龙江 中共军机舰不断骚扰台湾 不过这次似乎糗大了 彭武渔民今天清晨 在海峡中线捕捞小管时 经舰一艘中国潜舰浮上海面 随后另一艘中国军舰赶到现场 一路护送潜舰往中国方向 急速驶离 过程中潜舰都没有在下潜 通常潜舰是不会轻易陷踪的 是不是故障才浮上水面呢 据了解这艘潜舰应该是 中国的094核潜舰 有一说是096 有媒体是把它描述的非常厉害 真的是如此吗 而且台湾海峡水深很浅 中国这么厉害的潜舰 跑到这边做什么呢 对照去年8月 传得沸沸扬扬的 中共093核潜舰在台海发生严重事故 随后又传出在黄海周边演练时 意外爆炸 导致上百名官兵罹难 中国的核潜舰出了什么大问题呢 另外政治焦点 国会扩权法复议案 青鸟蓝鸟大对决 传出蓝营动员退伍军人 来立法院申员游行之后呢 接着要去旅游 还有吃大餐 这样感觉好 王宏威点名 于北辰 王毅川 以及沈柏阳 是绿营新三宝 但是蓝营立委 有几个宝呢 最大立委 翁晓琳 在线金句 质疑顾立雄 为什么不反攻大陆 翁晓琳 还活在50年前吗 国民党 有这个最大宝 还有谁比得上呢 那蓝绿白 最新政党支持度曝光 民众党大崩盘 但柯文哲 还敢向柯建明说 你跟20年前的样子像吗 那柯文哲自己 跟10年前的样子像吗 黄国昌 跟8年前的样子像吗 8年前 黄国昌 骂国民党 尺度无下限 该彻底消灭他 如今 想选新北市长 就跟国民党好道不行 那柯文哲 讲过两岸一家亲 如今中央委员 张凯军 参加海峡论坛时 重申两岸一家亲 却被民众党切割 甚至扬言处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民众党不错了吗 最近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桃圆市议员 于北辰将军 总将好 大家好 再是前立法院荣誉顾问 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政治评论王建民 大家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总将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立委 叶元支 总将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还有资认媒体员王瑞德 这澎湖渔民 今天清晨出海 在进行捕捞作业的时候 结果撞见了一个巨大黑管 原本要捞小管 结果是碰到大黑管 它浮出了水面 我们看到这画面上 这是渔民所拍的 因为有媒体报导说 可能是094或是096的核潜舰 先讲瑞德哥 怎么看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潜舰 为什么会浮上水面 通常我们说台海水深是比较浅的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的核潜舰 会出现在台海的海面上 那么这也是解释 那么中共的这个核潜舰 一定出了问题 它绝对不是故意浮上水面 那么要惊吓 负责在澎湖外海 钓小管的渔民 也不是要惊吓台湾人民 因为它接近海峡中心 不是的 为什么呢 表示它出了问题 这一次浮起来的这个水域 事实上平均大概50公尺左右 那对一个那么庞大的一个核潜舰 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潜舰坟墓 就是它一为 我给各位解释一下到什么程度 你的反潜直升机一过去 跟P3C的反潜机一过去 就抓到了 在天上一过去就抓到了 所以事实上理论上来讲 那么中共的这么高级的核潜舰 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理论上 不过它出现了 水深大概40 50公尺 光那个潜舰的长度 可能就可能30级公尺 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对潜舰来讲非常危险 那你知道 那么中共不管是这个 山东号 辽宁号的航空母舰 舰队出来 下面一定有潜舰嘛 一定要理论上 像美军都是核潜舰 那一般也应该是核潜舰等等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山东号 辽宁号 最近很少 直接从台湾海峡这样穿越过去 大部分都是直接 日本公国海峡 或是菲律宾跟台湾之间的 巴士海峡等等 那因为台湾海峡下面水底下确实太浅了 那么它会无缘无故弄上来 那当然你可以发现 马上根据我们拍到这个画面的 这个渔民 那么显示 它马上就很 拿起来啪啪就拍两张 马上就把它啪啪 渔民通作也很快 跟各位解释一下 我国海军在五年前的奖励制度 是有用的 有奖励制度 奖励制度就是说五年前开始 拍到中国的军舰 不管它是什么军舰 它是洞拐五的两栖登陆舰 还是这个航空母舰 还是一般的军舰 还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潜艇 那么拍到它的这个照片 相关的时间地点 如果你能够举证更例的话 三万块一张 三万块一张 那如果是公共船的话 两万块一张 外国的话呢 外国好像也是两万块一张 外国的这个军舰 也是两万块一张 多拍几张就回版了 对对对 同如你拍到很多的话 两万块一张 那如果如果是20 这是指线的 距离台湾24海里 24海里 那如果24海里外呢 钱比较少 但还是有一万块 还是有一万块 所以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雷达 就算你雷达什么都看得见 但是如果你不出动 你如果没有用天上的卫星 跟出动相关的侦察机的话 事实上你还是有所落差 更何况中共的各式各样的军舰 越来越多嘛 型号越来越多 像洞购6就很少 就中动力096就很少看到嘛 那094的这个核潜艇的话 大概可以12发的巨浪2的这个相关的飞弹 那096的话呢 大概是14枚 它就更大就对了 这个攻击性更强了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核子潜舰 它真正的目标不是对准台湾 因为核潜舰攻击的对象 对不对 如果它要打击台湾的这些设施的话 包括我们的军舰 它不需要动用到所谓的核潜舰 为什么它的飞弹过来就够了 飞弹跟飞机过来就对 那这些核潜舰呢 说啊拍天啊 就是锁定包括美军跟日本来的 那么其实它这次扶起来很糗了 为什么呢 被拍到之外呢 军舰赶快来保护 虽然它吃定我们不会攻击它 也不会俘虏它 因为它不是在我们的领海里面嘛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 它还是必须要来 有个护卫舰 对没有错 为什么因为 如果你让美军知道你扶起来了 美军有可能会过来 过去美军的P-8A曾经发现 它经过的时候 下面下面下面有中共的核潜舰 各位不要小看台湾的这个 相关的反潜能力 不要看不起自己 有人说中共打过来 我们一天就完蛋了 有人说四天 当年两年多以前 台湾一大堆军事专家 跟国外的包括俄罗斯的 这个总统普丁也说 四天攻下基辅 结果打了两年多都没打下来 为什么呢 2004年的时候呢 我们台湾的军方通常比较低调 2004年日本 那么日本发布他们在钓鱼台海域 锁定中共的一艘这个核子潜舰 那么锁定了以后 出来以后 日本人比我们台湾人老实 日本自卫队没有鞠躬 他说其实是台湾锁定的 你知道吗 台湾早在 那么他们几天前 就已经锁定了 那么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中共的这个潜舰呢 在我们的 这个应该没有错的话 当年是动091 动勾腰 那他核潜舰呢 在台湾输外外海就被我们锁定 宜蘭外海锁定了以后 我们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P3C呢 一路跟 一路跟了以后呢 跟到快接近日本海域 通报第七舰队 通报美军第七舰队以后 怕死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日本接手 所以日本接手 他靠近日本海域的时候 日本都不知道 美军也不知道 是 是我们通报以后 他才知道 所以后来就锁定这个潜舰呢 一直到了钓鱼台海面 日本生气了 所以日本就直接 包括驱逐舰 包括反潜机 包括什么都锁定他 然后要求他扶出来 所以后来他扶出来了 还挂了一个五星旗的那个 那个就对了 那台湾也曾经在1994年汉官演习 那是有史以来两岸最精彩的一幕 为什么呢 我们参加汉官演习的一个 这个反潜机啊 他飞到那个安平外海的时候 他直升机上面的 那个磁性观测器 因为下面有这个潜艇 那个磁性观测器就动嘛 他飞过去的时候 磁性观测器从来没有这样子 一直动 他想说不会吧 又绕回来 结果证实下面是一艘潜艇 然后立刻通报 他就来到上面不走了 我们发现潜艇 潜艇也会发现我们 他也不敢动 然后紧接着来 我们能够动员的这些反潜机 跟所有军军全部团团包围住 那时候是李登辉总统 所以下令啊 直接海机会通报海协会 你们有没有 贵方有没有潜艇不见的 如果没有的话 在台湾 台湾的这个等于说下面 对不对 有一艘不明国籍的 如果不是你们的话 我们可能俘虏或加以机会 他们否认 一天之后说 他们有一艘潜艇失联 如果贵方有发现的话 所以你都会哈哈大笑 然后呢 网开一面 三面包围网开一面 让这艘潜艇敲敲敲过去 跟各位讲 那一艘潜艇潜艇 如果再不通报的话 他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死在这个海底面 因为他的空气不够 另外一条路就是浮上来 被台湾俘虏 这是我们当年在1994年 真正发生在安平外海的一次 台湾包围围困 中共潜艇的真实故事 是好 由此可知 潜艇通常是不会轻易献中的 如果会献中呢 可能是不是有出现状况呢 而且你出现状况呢 也要看大跟小 有可能会被全世界给耻笑 那我们看到 这次献中的 不管是可能094或096 因为现在所怀疑到了 这个 渔民所记录的这个位置 有军事名怀疑是096 那他到底是有多厉害呢 因为可能他都还没有实际 被媒体所拍摄到了 他是可以携带 14枚的潜射弹道飞弹 他是可以在极冰的 极地的冰层覆盖下 发射飞弹能力 堪称是中国目前的 隐身性能最强的核潜舰 那另外研判有可能是094 那是可以搭载 多达12枚的巨浪2的 潜射的弹道飞弹 余先生怎么观察 会出现在这个地点 到底是怎么样 是路过呢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是这个故障了 非得经过这边不可吗 这叫做龙困潜海 我姑且是一条龙 龙困潜海 你飞机飞上去 根本就是一条大鱼在下面 那几乎就 很好抓 就可以牧师 几乎你那个一般的反潜直升机 他的雷达 甚至他如果浮上来一点点 牧师都牧师得到 逆中才是潜舰的生存之道 如果潜舰浮上来 你怎么玩得过水面舰 他就是因为潜在下面 他知道你在哪 你不知道他在哪 潜舰才可怕 所以突然间 我们澎湖的渔民 去补小管 突然补到这次大黑管 我早上很多人说 可能是096 可是我看了一看 他跟094是比较像 因为他的这个 反照是垂直的 那096是斜的 他是这种流线型的 那094是垂直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像094 对 可是不管是094还是096 他这个潜舰都是 核能动力的潜舰 在中国的海军里面 都算高性能 也就是说 什么叫核潜舰 一般来讲核潜舰 他不需要浮上来 因为一般我们才有潜舰 潜下去之后就把引擎关闭 用电池在航行 第一个安静 第二个呢 不会制造废弃 会把潜舰里面的人堵死 那可是核能 他不用啊 核能没有引擎的问题啊 动力是无限的 他是无限的 他潜下去原则上 非必要他不会上来 他非必要不会上来 而且 非必要不会上来 会上来就是问题大了 就是必要上来 必要上来 再不上来可能就完蛋了 对 那你说核能动力潜舰 你说动力失去 我觉得不至于 是不是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制氧机 制造氧气的出了问题 那因为 他应该还有动力 因为有另一艘护卫舰过来 他有动力 可是里面的人 可能没有空气可以使用了 所以赶快浮上来 要换气啊 不然就像中国在渤海湾里面 就有一个惨剧啊 55个官兵就 就葬身海底了 那那葬身海底就算潜舰没有坏 你也弄不上来 所有人都往生了 就上不来 所以说这艘潜舰 他赶快 他非必要 他不会扶上来 他必须扶上来 是 那扶上来之前呢 一定要抠旧兵 对 通报 赶快扣旧兵 不行 我要扶上去 这里好像在台湾附近 我要扶上来 扶上来 为什么要通报 各位知道吗 因为他必须要关掉他的动力 如果他不把动力关掉 升文不就跑了 是 他如果不关掉动力 他的潜舰一扶上来 他的车业继续在转 即使他是所谓的 迸推缩在里面的 他还是会被撤到 是 我们的声纳推出去 各种这个侦测仪器推出去 那么这一艘094潜舰 那不就 不就不逆中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扶上来之后 一定是把引擎降 就是那个车业 降到最低速 降到最低速 然后等待其他的救援的船来以后 其他救援的车业会转嘛 来扰乱他 声纳探测 抓他的声纹 是 所以他必须要找救兵 那可是呢 所以他这个状况 算是小问题 还是大问题 里面的人都没气了 是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 大问题 就气不够了嘛 气不够了 气不够了 赶快上来 否则为什么要上来 那就是对里面的官兵的生命 可能造成了很大的维护 如果你再不让他上来 那个潜舰即使没坏 在下面 那没有人操作 他也上不来啊 那如果被台湾 或是被美国给打捞上来 这还得了 那你的研判 如果他这样上来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 他的行踪 几乎被 可以被周边的 甚至每日 有可能征收到吗 如果你在 台东外海 或是花莲外海 那个深海区 那个还不太好抓 台湾海峡 太浅了 70 60 最浅才40 这边说45公尺 对 才40 45公尺 一定抓得到嘛 连渔民都可以抓得到 连渔民都看到了 渔民都抓得到 越南渔民撒网 不小心把他们的浅舰 老公的浅舰给困住了 因为他的网子会 网子会缠住他的车液 他的车液会产生问题 那这一辆 这一架浅 这一艘浅舰 我想应该不是被我们补上来的 是他自己浮上来的 但是我认为渔民 渔民在海上 逃海逃久了 海底下有什么状况 其实渔民大概都知道 这下面可能有什么东西要上来 他会远离一下 因为这个浅舰浮上来会有勇 所以渔民一定会跑 离开一点 离开就准备好相机 啪啪啪给你拍下来 所以这绝对跟很多人说 哎呀没什么 美国的浅舰现在浮上来 都会跟人家讲 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 人家美军的浅舰是上来 是做什么 我跟大家讲 大家说现在都流行 让浅舰让大家看到 美军这个浅舰 这个超级总码去帮浅舰做补给 这超级总码来过台湾 我们小林村88风灾的时候 这个超级总码直升机 就吊着怪手进山区 他的吊挂力很强 所以他是帮核能动力浅舰 你要帮他补给的 因为浅舰没问题 可是你要有淡水啊 这个是故意做补给演习 让外界看的 对对对 故意浮起来 可是不是live啊 他是已经完成补给以后 然后影片才释出 他离开了 才把影片释出 他不是live实况 那这一艘是什么 这艘是live live实况 实况给我们的渔民看 立刻被捕获 捕获之后立刻通报 对那其实我觉得是 是我们是故意的 我今天早上还在讲说 渔民都可以live抓到 我们国防部要不要小心点 后来听了顾立雄部长讲说 我们都知道 其他的不能多说 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多说就麻烦了 多说 但是他知道 我们早就掌握他了 一个潜见服 还没有服上来 就被我们全程掌握 这是很可怕的事 不过老实讲 国防部这次如果说想要低调 甚至不想要释出消息 恐怕也不可能 没办法 渔民会讲啊 渔民live 渔民live突破了抓出来了 所以国防部说我们都知道 但其他的不能多说 国防部说我们都知道 是什么意思 是第一岛链 这一串的国家都知道 都知道了 大家别忘了 我们是有不其而语的巧遇 协同作战关系 那老共脸丢大了 这次 会不会 不要紧啊 不要紧啊 他们自有一套说法 他们回去一定讲什么 嘿呀 弯弯被我吓尿了 吓尿了 我们扶上来啊 你别看弯弯 大家都给吓坏了 吓坏了 我们好威啊 对 所以我讲 这个就是自我调侃嘛 自我这种所谓的 吵解嘛 对 浅舰被渔民看到 对 浅舰被海军看到 就很丢脸了 浅舰被渔民看到 还Live把它拍出来 对 所以我讲 这一艘浅舰回去 可能很多参数都要修正 包含了 它内缩式的车业 是 包含它的各种系统 全部都要改修改了 否则它的 它的所有的参数 是 都已经被第一岛链的 所有国家抓 都公布了 对 你只要一出港 就被抓了 对 这因为都是用声纳探测 打出去 这一招 094抓到了 所以这一招 浅舰回去要大修了 是的确 内行的看门到 中共的核动力潜舰 不管是094 看起来应该是 比较像094 恐怕就是脸真的丢大 但其实丢脸 也不是第一次 来 杰明哥 因为去年8月 那时候 我们新闻媒体 都传得沸沸扬扬 说那时候 台海发生 有中国核动力潜舰 严重事故 接着是说 又在黄海 发生什么 他们进行水下武器试射 结果发生大爆炸 有造成非常多 他们的官兵伤亡 没错 这个事件 是在去年的时间发生 不过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案件 其实非常诡异 因为理论上 以这个吃水 将近有八千吨 到九千吨的 一个核减研 他不太可能去走 这个台湾海峡这条路 因为对他来说 吃水那么重 所以可能他 因为现在主要是 环太平洋军营要开始 所以中国也跟着演习 会不会在深海 因为他从来不会走前海 会不会在深海的时候 已经发生故障了 所以他有北防的时候 必须要走 比较靠近这个台湾海峡 让他能够安全 要不然基本上 他是逆踪在太平洋深处 或者是南海深处 所以这艘潜艇 一定有发生严重的问题 现在大家所了解的事情 是因为0094A 其实在中国算是 逆踪性算 比较高的一个潜舰 会不会这艘潜舰出的问题 代表同系列潜舰 也同样问题 还是他们最近的 操练的次数频繁 造成他们这个状况不明 也可能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怕刚才于北成将军所说 事情成为成真 说什么弯弯又吓尿尿之类的事 事实上有被抓到这个图形 就是当时发生 地点是不是 对这个地点 这个潜舰上浮的时候 立刻就看到有这个无人机 从泉州出来 在这附近绕行 你可以看到密集的绕行 表示中国军方对于这艘潜舰 是高度关注的 如果他是要对台湾示威 他实在没有必要 把无人机把人家跑来飞来飞去 这明显 应该是他潜舰早就已经求救了 对已经求救了 所以中共就赶快展开 去看那附近的状况如何 然后赶快派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无人机 先去侦查 接着才会知道怎么去救援 所以这个事件 会不会是一个系统性的事件 因为刚刚中央提到的问题 其实是两件事 一个是在台湾海峡附近 是不是曾经有发生过 这个潜舰出事 但是比较确认的事情 是在黄海这个事件 那么这个黄海事件 其实当时在英国的美日邮报 就po出来 它的标题是 到底这一艘0093-417的 这个中国潜舰 它的这个我们说船员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用船员的意思说 这船员可能出事了 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实验是发生在 2023年8月21号 那时候呢 就是有消息指出 中国有这艘所谓0093 发生了沉默跟窒息的状况 那这个消息呢 其实是由英国的这个情报单位 以及相关的人士呢 把这个讯息给曝露了 那曝露之后呢 由英国美日邮报 就公布这个消息 那你知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 连所谓的 这艘船的这个军官 就是这艘舰长呢 他叫薛永鹏上相呢 都已经被公布名字了 而且人数都公布很清楚 总共有22名军官 7名军官学员 跟9名士官 跟17名水手 据了解全部死亡 因为被窒息而死 那大家很好奇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所发生的海域呢 理论上是中国最熟悉的海域啊 就是黄海跟渤海嘛 那么据了解 因为这个区域是中国 北方重要的战略港口 所以他们在海底下呢 会放很多的所谓的链子啊 苗啊 避免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海苗啊 就是我们说船只的苗 把他这边做障碍物 他们叫做陷阱 Trap 那么如果呢 今天美国国跟英国的 这个潜艰呢 他想要这边做探视的话 就会被这个陷阱给抓住 就没想到 没抓到美国跟英国的潜艰 就抓到自己的 对 那一抓到的时候呢 因为他是有链条跟这个苗啊 所以一抓到的时候 动弹不得 那结果呢 就发生到这个氧气不够 可能就在里面有 都有上百位官兵 那现在根据美日邮报人数是 大概是55名 当然有人说人数是更多 就看他的这个船舰的数量 那据了解呢 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是所以大家所关心的是 因为这个 这招潜舰其实服役时间不长 才15年 而且是以当时 他取得俄罗斯 静音能力 而建设出来的一招潜舰 所以理论上 中共这招潜舰的保养 应该很好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还是中国的这个军事情报不够 连自己的潜艇 都被自己的这个陷阱给限制住了 那这个事情之所以被大家所知道的事情 是因为9月初的时候 这官兵应该要休假回家了 结果媒体有说 这些休假回家的这些家属呢 怎么等不到自己的家人回来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情 绝对是属于是 极高密宗的机密事件 对 那里面呢 有露出几个不寻常的状况 那么在8月21号结束之后呢 8月22号就在这个地区 中共就把这个地方呢 列为禁航区 他们说军事演练 就很多的军事 这样就禁航 对 那么据了解呢 是要把它炸掉 对 因为它在里面嘛 这个直接避免有人去探测什么东西 它就可能是要把它炸掉 或其他因素 反正就是有 8月24号有一个禁航 那么事实上美军知道这个事情 美军呢 其实是在8月22号之后呢 就派出了WC-135 那WC-135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一个核侦察机 核侦察机 意思是去探射 有没有核污染的核侦察机 所以美方也知道 这事情是知识体大 好 那这个事情 到底最后发展是什么状况呢 其实最可怕的事情是说 因为呢 当时状况是 整个负责北部的这个北海舰队人 叫王大舟 他在8月29号呢 就被带走了 李尚福呢 也被带走了 那这个事情就很严重 所以人家说 这场北海的灾难 让习近平周围这些军委主观啊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所谓的 这几位 包括我们说李尚福啊 张声明啊 刘正丽啊 张又霞 全部阵亡 只剩一个人 好 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何卫东 那何卫东是谁呢 何卫东就是 主导2022年围台的 还有最近围台的这个主管 现在担心了 因为这一次这个浅舰呢 也归属他的管理 所以我们知道上次是把这个王大宗 直接拉下来 王大宗就是属于 就是最高的军委会副主席 全部下来 那现在的状况是说 如果这个事件 整个浅舰的问题是跟贪污有关 或者是包养有关 或者在军事过分的这个 练习当中有关的话 会不会这一次 甚至连何卫东都可能挂掉 如果何卫东挂掉 那对不起 中国最高军委只剩一个人了 那个叫习近平 今天这个事情 对美方来讲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当你的这个 核浅舰浮上来之后 美国的人造卫星 全部都也可以监控 包含你所有的数据 因为你的数据 本来就等于像个裸体裸身了 你知道吗 就没穿衣服了吧 你本来是 被人家看光光了 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的租源 你的相关的记录 甚至你的通信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在美 你怎么知道在上空 美国的这个人造卫星经过呢 他一定把这个照片 全部派光光 包含 跟着你一起 这个移动的军舰 他的陆机 他的轨机 还有包含你所有的通信系统 包含你的你的声文 你各方面的资料 是完全裸体 被美军所掌控 所以对中国人来讲 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事情 是在哪里 其实按照一般 如果是 这个像过去苏联时期 这个军舰是不可能扶起来的 就是舰长要命令乘船 要把这个机密 因为你不能 要全部牺牲 全部要牺牲掉 因为这个朱源 完全被了解的话 你这个船 这边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 那这次没有 这次扶上来 你说后续会有官员要下台 这个表示什么 解放军 pass pass 他不敢真的与船共乘 所以为什么呢 我刚刚讲过 过去整个军队被江泽民系统所掌控 被郭伯雄徐才厚 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 贪污腐败 所以应该当时从这个郭伯雄家里 运出来的黄金 运出来的茅台 运出来的各种货币 卡车一箱一箱的出来 一车的出来 那这件事情 第一个 不只说 我刚刚讲过 那解放军想一件事情 你长官都贪污 那我今天会升官是靠什么 靠收钱 未来我升官 下面人要升官 我要捞回来 那我这个时候我死了 那我钱捞不回来怎么办 我送了那么多钱给长官 所以现在官员生命比较重要 对啊 所以我必须要讲 解放军每天讲什么 招之急来 来之能占 占之必 甚至假的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饭碗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为什么为了国家而死 为什么不是你长官而死 我活下去比较重要 我才还有可能继续捞钱啊 第二个 这里面会暴露一个什么情况 如果真的这个解放军够负责任 他除了要把这个船弄沉之外 因为到时候你不沉的话 大家就会查嘛 为什么这个船出问题了 是不是有贪腐的情况 到时候是一头拉股的人被抓 包含你看最近这个 中国这个船舶 中国船舶集团被抓为什么 航空母舰 包含辽宁舰 包含山东舰 都发生了极大的弊案 这些为什么 它是垄断失业 而且中国最不公开的地方 就是解放军 所以这个船 今天如果这个航 这个核潜舰 竟然浮出来之后 到时候去查 从设计 从制造 这里面的零零种种 原本人贪污 又是一大挂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严重 整个中国的海军 甚至中国的潜舰制造的 相关的负责人 还有整个中央军委会 甚至现在的国防部长 是海军出身 现在就没有 他是海军 他是第一个海军出身的 国防部长 他也有可能因此 而沙与而归 可能下台 国会扩权法 复议案 轻鸟难鸟 大对决 轻鸟是自发集结 那反观蓝鸟 因为传出蓝银 动员 退伍军人 来立法院 声援游行 最重要的是 接着后面 还有旅游 还有吃大餐 英雄将军 退伍军人 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他们到底是在搞什么 这个其实 大家不要看说 好像是个新单位 不是 这就是 黄复兴党部 在新竹的党部 就是黄复兴党部 对 就是黄复兴在基隆 以前应该叫做 黄国新吧 应该黄国新党部 这很清楚 中国国民党 新竹县退伍军人 工作委员会 后来改名字了 对 就是当时黄复兴的 黄国新党部 那么其实这就是你 为什么我很确认 你看 他这边你看 有副主任委员 有委员 有执行长 国民党一般的党部 没有执行长 有执行长 有副执行长 有专员 然后你看 七八九十区的常委 这是黄复兴党部的编制 对 所以然后包含了 华夏各副主任党员 就是这个夏季旅游 就夏季旅游 本来就要办了 顺便就来台北朝鲁 这样子 所以提前是不是 他们暑假期间 可能都会办一些党员旅游 因为他们要缴党费 他们缴党费 党费缴三百块钱 什么都没有 我不太甘愿 所以就办个旅游 顺便就来台北 你看他时间是说 到台北的时间是 八点到十二点 会更早走 会更早走 餐厅不等人 要开饭 他要到哪里去 开饭时间一定要 他要到大溪池湖 大溪池湖 你到十二点 开到大溪池湖 不是一两点 不两点以后 豆干都不好吃了 都软掉了 所以大概十一点多 就会离开了 然后从新竹赶上来 大概是十点 十一点会到 大概一两个小时就走了 是哦 那么短 人家清了可能是 从白天一直到晚上 一个是自己要来的 一个是被动员来的 老朽愿意跟你来 你不错 晒太阳很热 对不对 我们这一趟来的是踏青旅游 顺便来这边执行任务 顺便到立法院就晃一下 对顺便 然后这个动员 国民党的党部 原则上是不会给钱 我以前在党部待过了 不会给钱 那谁出钱 找地方的明代 地方明代出钱 找地方的明代 这一定的 这一定的 还是找那些立委出钱 就是地方的立委 或是民意代表 国民党议员 对然后出钱 不然哪来的钱 对 不然哪来的钱 可是那这样人数 大概会多少 大概一个区党部 动员个一车吧 一车 那才四十几个 四五十个人 他这么多党部 对不对 七八九十 而且不是只有新竹 陶竹苗都要 陶竹苗北北基地桃 竹苗都要 这样会有十台游览车吗 应该不止 来个四五千人 我以前在桃源 我自己就动员十台了 对 所以有可能二十台游览车 对对对 所以也可以个上万人 就对了 会会会 对 那个如果没有上万人的话 就表示党员慢慢的 都已经走不动了 你没有来个二十台 那个场面很难看 这个绝对超过 应该有二十台 但是呢 他们不能 我讲动员来的人 最缺一件事 叫热情 是 就是热情 我今天是我自己花时间 我自己搭公车 或者是我自己坐火车 到青岛东路 然后展现出我心中的需求 我会自己做海报啊 对 那你如果是动员来的 那就是统一旗帜 统一帽子 我时间到了 十二点我要吃饭了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 有一个人拿个举牌 某某区的跟我来 对对 那就是动员来 时间到了 我要上车 我们要去 慈悟了 各位 各位长辈 你们坐这边 不会太久 再两个 再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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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喊什么 他们就是在看时间 他们不知道干什么 动员来就是这样 冲人场 但是国民党你要动员 动员一个 我觉得如果 如果用心 国民党 北北基桃竹苗 动员个上万 我觉得不难 我觉得不难 人数不是问题 人数不是问题 但重点是能待多久 问题是在于地方 民意代表愿不愿意出钱 一台车少出两万吧 对 那你一个民意代表要认几台 要认几台 对不对 如果地方民意代表少 可能只有两三个 一个人认几台车 五六万 对 民意代表愿不愿意出 为后都是钱 愿不愿意出 这个一定要找 他一定会找民意代表出钱 因为国民党不会出钱 国民党如果会出钱 台南的那一位 国民党的议员 就不会哇哇叫 对 要办说明会 要你出钱 对不对 动员要出钱 活动要出钱 说明会要出钱 双方党部就两手一摊 说我没有钱 对就这样子 原来国民党现在是这样搞 都是这样搞 所以我说那天 如果看到动员预期人多 那大概就是在12点 以前人最多 等到12点一结束 大概就解散 因为老人家晒太阳 晒太久不舒服 然后呢第二个 午饭在等你们 所以我就讲 真正的是为了 自己的理想站出来的 那个氛围绝对不一样 如果是被动员出来的 那就叫做好聚好散 来了以后 时间到了解散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什么叫 什么叫做展现民主 什么叫做服从列宁式的政党 我觉得分得很清楚 的确 不过怎么看这个 原来青鸟跟蓝鸟的这个性质 差别这么的大 宇将军都说了 原来是有这样的动员 原来是真正来旅游 吃大餐的 蓝鸟跟青鸟最大的差别是 他的政党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十年前太阳花的时候 以黄国昌领军的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抢到麦克风的这个运动 当时大家有没有印象民进党的党公职人员去现场声援是被虚了 这是公民运动 政党不要参与 那这一次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蓝绿白三党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 这个距离力争的过程里面 那公民自己走上街头 你不能说我们这一些有去资源的人加入了 他就变色了 染色了 不能这样子讲 他领军的就是公民 对 他带头的 他的创意 他的活动 他的口号 他的内容 自发性的 对 那另外一边 其实国民党这也不是第一次动员 上一次六月 我不确定 五月二十一还是哪一次 就最后一次表决的时候 他们也有租场地 他们也有出车 问题是有没有人 对 没有 就差别很大 意思就是说 动员这一些所谓的中间选民 或者是比较浅度的 不管是浅蓝绿白哪一个颜色 比较浅度的 平常可能觉得说 我就花比较多时间在工作 我有家庭 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但是遇到社会重大争议事件的时候 他会上街头的这一群人 我敢跟大家保证 九成五甚至更高 都会是站在青鸟 而不是蓝鸟这里的 对的确 因为其实这个 博宜是点出那个背后的 那种所谓的动力 是完全不同的 出发的也是完全不同 但是现在蓝营也是狂在打风向 王洪卫就说 你现在绿营有新三宝 就点名我们于北辰 王毅川 还有什么沈柏阳 可是我发现最大宝 其实应该是那个蓝尾翁小林 他昨天竟然拿着中华民 什么秋海棠的地图 要孤立雄承认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领土 这个这三个我先讲一下 这三个其实就是国防外交跟老百姓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是沈柏阳 他在全市 不只是台湾 他的这个参与社会运动 知名度非常高 而且我常讲 像我们这种议题团体 多人多意给文人相亲 但沈柏阳就是有他的专业跟魅力 可以凝聚大家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沈柏阳过去 从社会运动 然后这一次被民进党 推荐到部分区的名单 他有他的专业度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急着要抹黑他 把他抹臭的原因 那于北辰更不用讲 本人在这里就不要太夸他 但是是怎么样 他是少数 在长期在国民党大染缸里面 在国防是在第一线尽一分力的 那这一种在国民党里面 他很难去抹 你一抹后面一大片 你把整个黄复兴抹掉 把整个当过三军前线的军人都抹掉 所以他只能抹个人 徐北辰有他的身份在 那王毅川 除了抢救毅川大兵 造成的整个全台的活动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 他的这个说话的内容 是很容易让大家引起共鸣的 所以他们三个 其实是国民党最大的威胁 不是威胁的 他不会弄你 不是威胁的 他不会罢免 看看我好吗 好 所以什么叫做保 老百姓在看什么叫做保 翁晓琳这个才叫做保 翁晓琳他今天拿出一个地图 说这个叫中华民国固有疆域 什么北起煞燕 南至征服暗杀 我跟你讲 我常有的时候 为了黄国昌 为了黄国昌 我要去读三民主义 为了翁晓琳 我要去读中华民国地图 来 我跟大家讲这个地图有哪些真点 第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韩国 这个地方是韩国 对 韩国 你知道韩国是一个国家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吗 他没有 那个时候的韩国还没有分南北韩 对 然后如果 韩晓琳拿出这个地图是要干嘛 他跟顾力雄讲说 你们应该要反攻大陆 不反攻大陆 这个赖清德是卖国贼 背叛中华民国 然后在那边讲一些宪法的争议 什么主权自权 好啦 好啦 翁晓琳你讲的都对 我假设你讲的都对 来 我跟大家讲有几个领土争议 第一个中韩界残白山 第二个黑虾子岛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跟俄罗斯 还有江东六十四屯 这是俄罗斯 然后蒙古外蒙 这整个外蒙 这边有中缅边界争议 这个叫江新坡 这个叫中印领土争议 这个叫阿鲁纳恰邦 这个叫中华民国跟尼泊尔 泥土争议 这个叫做 这个叫阿里 这个就是图博地区 这边还有中阿边界争议 这里有克射米尔边境争议 这里有中塔边境争议 我以上讲的每一个国家 翁晓琳打完中国之后 还要打韩国 俄罗斯 蒙古 特赦米尔 尼泊尔 缅甸 柬埔寨 一直到越南 全部都要打 要跟这么多国家打仗 翁晓琳 让你做立委 中华民国的不幸 这个一口气 跟十几个国家宣战 打到北韩 打到俄罗斯 我们讲一个 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我自己 我自己曾经在国防 这个委员会里面也讲过 我们实际制权 可不可以收容到什么程度 在现在的宪法上 就有一些自爱难行 但你完全的 照中华民国宪法下去讲 你讲这个地图 坦白讲 我1985年出生 1985年出生 在我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联考了 我们高中已经不考这个东西了 对 但是我们国中的历史地理还有读到 什么我们有什么 清康藏高原 然后长江流金哪九神 什么清藏铁路 经过哪些地区 不是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读这个了 而且翁晓琳 其实他家里是 翁晓琳是高雄人 我觉得翁晓琳是活在50年前吗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他要凸显他的宪法学者 他要凸显说我的尊觉不凡 我的这个专业知识跟大家不一样 可能他也凸显了宪法的不合理啊 对其实 现实现状不符啊 主持人讲到重点 对不对 他越要凸显这个宪法 就越让台湾人觉得这个宪法不合理嘛 对啊 就这个是2005第一次修宪 也是大家常常这样 阿扁修宪这个自宪争议的 就是你定了一个 你把修宪的门槛拉超级高之后 不合理的地方没有改掉 让国民党可以在这边讲一些 有的没有的事情嘛 是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啦 什么叫做中华民国总统叫做卖国贼 那你意思是我们投给他的都卖国贼 那现在到底中华民国实际上 可以做哪些事情 可以管哪些地区 玉北辰王以前在 跟我立场不一样的时候 他开直播就有讲过 能用新台屁的地方 就是中华民国治理的地方 很有道理啊 就台澎金马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要去这些地方 我都还不讲你跟阿公有什么纠纷 十几个领土争议的地图 你敢拿出来咨询 还是国防外交委员会羞辱顾立雄 羞辱赖清德 结果没有想到羞辱的是翁晓琳你自己 是我们看到翁晓琳拿出那张地图 长得很胖 老实讲那张地图是连中共都没有办法去承认 比如说这个蒙古都已经独立多久了 但是他还是去质疑这个顾立雄 你怎么没有去反共大陆 他说这是你个人意见 还是全中华民国的人民都不采取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的卖国贼 翁晓琳现在是头下是到底是 停留在哪一个平行时空里 翁晓琳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那么我个人非常的讶异 因为号称是外国的法学博士 跟在台湾的国立大学交宪法 那么为什么呢 各位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都把反共拿掉了嘛 反共拿掉了就哪个国啊 反共都拿掉了 请问就哪个国啊 很简单嘛 那么至于那个什么邱海棠 现在这些年轻人 有人知道什么叫邱海棠吗 没有吧 老母鸡 有些人连老母鸡可能都不知道了 因为外蒙古已经变成了 世界的一个国家了嘛 然后呢 中华民国政府还承认了 你知道吗 中华民国政府还承认 外蒙古是一个国家 那么所以呢 我跟小林这样讲的时候 瞬目结识 那王宏威在讲说 现在骂人家 这个民进党新三宝 对不对 王毅川啊 然后呢 沈柏阳 外加一个于北城 我也很讶异 绿营三宝 什么时候于北城是绿营的 他不是无党籍吗 他什么时候加入 我都不知道 我没有加入 我没有通知一下 于北城没有通知一下 什么时候加入 民进党我就不知道 他明明是个无党籍嘛 对不对 你怎么会说他是绿营三宝 如果要讲绿营三宝 各位 刚刚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讨论 中共 他的核子潜艇呢 莫名其妙在台湾海峡 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浮起来嘛 我个人都怀疑 不好意思 那是我个人的浅见 我个人的怀疑是因为 中共对中国国民党的立委 翁晓琳的言论不满 为什么 他要反共复国 我们多久没有听到反共复国 你知道吗 先总统蒋公金林歌 你们还有反共复国 你们中国国民党 已经多久没有讲反共复国了 你连三民主义都没讲 还有人讲说名有名字名声 对不对 不是嘛 所以 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你当然不会 没有人会当真嘛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嘛 你怎么会讲这么 让人家瞠目 其实不可思议 我跟你说 翁晓琳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宝 国民党三宝 哪三宝 翁晓琳 徐晓星 王衡威 这我没有讲错吧 对 国民党三宝啊 对 你要扣人家帽子三宝 我没有扣你帽子 因为你们讲的话都很好笑 翁晓琳讲的那个话 我上对下 哇 我的天啊 原来在学校教书的老师 就上对下 你们这些行政官员 你们这些老百姓 你们这些其他政党 我就比你大 不是这样吗 对 我比你大 所以你们比我小的党 都是我就比你大 这个样子嘛 那他的一连传 我一定要留着 听说 听说上一次本来就要 国民党打算派他去选新竹市长 我个人建议 下一次一定要派他选新竹市长 那林志杰一定会当选新竹市长 我讲坦白的 我太高兴了 如果翁晓琳是国民党的新竹市长候选 我真的是太爽太高兴了 那除此之外 许晓琳就不要我讲了 许晓琳让我们明明他可以两天结束的事情 他自己不断地丢东西丢东西丢到一个月 我们都讲不完 我日本去了七六回来 还在许晓琳 是 然后四超猫还办了一场这个许晓琳门口的巷道的饗宴 我还去这个等于说 这个参加个赞叉 40分钟直播25万人看 很简单 所以许晓琳你自己的思想不够吗 你到台南去宣讲 还说要把国民党打造成马其诺防线 请问对面的于北辰将军 马其诺防线是什么意思 是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一个 花了这么多这么多的钱 盖了一个美用的防线最后失败 最后整个化国全部被德国攻下来 不是这样吗 你怎么会国民党认为 我后来去查资料 发现国民党很喜欢讲马其诺防线 你们到底懂不懂马其诺防线是什么意思 不懂其内涵 另外马其诺防线是老不可破吗 不 马其诺防线是你正面这样子围堵的结果 从旁边碰就把你打下来了 那是个完全错误的战略 你知道吗 花了那么多钱盖了一个没有用的战略 你许晓琳还在讲说你们要见 那许晓琳摆明了自己一定会输 那王鸿威就不要我讲了 为什么 王鸿威当选的台北市议员刚当选 就落跑去选这个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嘛 然后呢 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台北市议员的补助款也拿 立委的补助款也拿嘛 当时王鸿威怎么说 他自己在自己的脸书上 我不会参选立委补选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的脸皮很薄 过不了那么坎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纠结 我更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那么厚脸皮 他早上这样写 下午示范 脸皮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就那么厚 他就要宣布选立委嘛 你王鸿威有什么公信度可信度可言嘛 早上说你脸皮很薄 晚上就厚脸皮了嘛 不是吗 像你这样的人 有什么话好说立门才是三宝 是来这个范老师 我们这个一定要问学者 因为翁晓琳竟然是学者 但是他现在恐怕 他的一些相关的 昨天直询顾立雄 恐怕让他成为国民党的最大保利委了 这个翁晓琳 他是不折不扣的马家军 我们知道2008年 马英九当上总统的时候 他就被马英九任命为NCC的主委 从2008年做到2012年做了四年 他的先生在2008年同一年被马英九 提名为大法官 大法官一任是八年 做到2016年 他们两位真的就是 按照中国讲的根正苗红 按照国民党来讲 根正苗蓝 他的父亲也是陆军官校 这个29期毕业的 也是职业军人 他就是从小是在这个 深蓝的家庭长大的 所以他受这个国民党的教育 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所以他才会拿出那个 我们叫做秋海棠的地图 他这个我小你跟我同年次 都是民国58年 所以就透露他的年龄 我们那个时候真的 我们的国中国小的时候 真的是秋海棠 但是我们知道 在1949年之前 1945年后到1946年的时候 当时的外蒙古 我们那时候叫蒙古地方 就独立成蒙古共和国 是经过公投 当然我们知道 那个公投是有瑕疵 在苏联在背后支持之下 所以后来就被老母鸡了 所以1949年 这个中共建政 他的地图就不是秋海棠了 所以周小林拿的是什么 是那个是在那个国民 这个中共建政以前 的那个地图 那你刚才拿那个元朝时代 那个忽必烈 那个时候 那个元朝的地图不是更大 整个欧亚大陆都是 整个欧亚大陆都是 那也是我们中华民国 那普丁会紧张 因为那个穆斯科都是 当时那个即将攻进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觉得 没有必要活在 过去那个旧时代 那他就 他有昨天他拿出一个 他说宪法 我们真修条文讲说 为因应国家 统一前之需要 所以他说我们就是要统一 这表示什么 真修条文那个时候 是李登辉担任总统的时候 对不对 他讲说为因应国家统一前 表示有没有统一 还没有统一嘛 所以表示统一什么 是未来事嘛 那为什么 连蒋经国都不喊统一了 对不对 只讲一个政治上的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李登辉时候 我们知道后来 整个解除戒严 也就不谈所谓统一了 也没有喊反攻大陆 也不谈反攻大陆 为什么翁晓林还回到 连蒋经国都不喊的 反攻大陆呢 蒋经国只讲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是政治性的 不是军事的嘛 对 结果翁晓林说 你那个赖清德不反攻大陆 就是叛国贼 这什么逻辑 你回到蒋介石时期 所以我觉得 那真是太复古了吧 那我觉得真的 就透露他的思维的老朽 跟现在跟不上时代嘛 整个脱离现实 我必须要讲 如果你说我们现在什么 还是什么 两个是同一个国家 那个叫中华民国 这是马亚九讲的嘛 宪法一中嘛 那我们到中国去 是不是应该不用拜台胞证吧 我们是不是就 堂而皇之去了 我们的领土啊 我们是跨省旅游啊 那中国人来台湾 也不用像现在一样 还要经过内政部移民署的 层层审查 就直接来了嘛 中国官员可不可以说来就来 没有啊 你看最近这个 要开这个双层论坛 上海的这个台办主任 还不是要经过层层的申请 从台北市政府送件 到内政部去 然后经过审查完之后 才让他来嘛 表示两岸什么 两岸的治权 是互不隶属的嘛 各自统治各自的领域嘛 而且现在你说 还有人不说 哎呀那个对岸是我们的领土 你去路上问 怎么可能嘛 我们的主权 我们的治权 就是台蓬金嘛 不要再讲那个虚幻的什么 宪法一中 什么主权基于 这个中国大陆 还基于外蒙古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荒谬了 跟事实完全脱节 我觉得今天叫欧小林 他就是一个法将 每天这法律条文里面 在那边自自节节的 他没有看到 整个的主流民意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样地步 对 等到明天 七鸟运动出现 年轻人在到立法院街头的时候 我请欧小林 去把你的主张 去问一下那些高中生 我想那些国中生 我想那些大学生 你们认不认同 对岸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的主权基于 整个中国大陆 你去问问看 这些年轻人 你今天笑掉大牙嘛 对 南北立委取得国会 多数的起手势 就是国会扩权法 强度关山 搞了这么大的一个法三读之后 那对于蓝绿白三党的支持度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 这是台湾民意基金委 所做的这个最新的政党民调 来瑞德哥怎么解读 因为我们看到 民进党37% 国民党17% 然后民众党14.3% 看起来民众党的下跌幅度 是最大的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在这次的 所谓的国会 那么黑箱扩权法案 受伤最严重的 其实是民众党 因为他真正要遂行的目的 事实上是民众党的总招 黄国昌嘛 黄国昌自己讲了 人家问他为什么要那么急啊 为什么不好好讨论啊 他说因为他只有两年的立委可当嘛 那傅宽崎配合他 可是国民党会付出 很惨痛的代价 一开始那种罢免风就起来了嘛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在这个轻鸟行动里面 现场十万人里面有八万人是年轻人 而这八万人里面几乎一面倒的 要求黄国昌下台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现场有那个 那么大的一个 那么诺大的那个傅宛生 黄国昌伟君子十万人 这样现场在那喊 对不对 那是很震撼的一件事 我想坦白 那是很震撼的一件事 那我不知道这些人啊 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 一定不是民进党 这个等于说动员来的 民进党没有这个能耐 我可以各位礼拜五礼拜六 可以看得到 民进党大部分地方动员来的 来听的这些种子教官 年纪都比较偏大嘛 那年轻人有 大概是三四成 不会超过三四成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 在立法院外面抗议的 这些年轻人 并不是民进党动员 因为民进党没有这个能耐 所以呢 那我觉得国民党也好 民众党也好 更应该心里呛一下 为什么 我问你 民进党靠他自己本身的支持者 就足以让这个赖清德当选总统 那么 那国民党之所以 区立委能够赢 这个民进党在这一次 也是因为那些地方都是 因为包括这个 比如说大部分 是这个民众党的 没有推区立委的候选人嘛 所以呢 一些白的票 会灌到这个国民党这边来 那我问你 时至今日 如果这些支持者崩盘会怎么样 我们从民调看 民调不是看一次的数字 是看趋势 这一连串从清德行动 一直来的趋势都是这样 不约而同 有些对民进党长期不友善 我讲坦白 有些民调是长期对民进党一直不友善 从去年做到今年都这样 大家都知道 都行啊来 大家都知道 那问题是 连这些对民进党长期不友善民调 都凸显的这个趋势就是 民进党的支持率居高不下 然后国民党再跌 民众党崩跌 而且是雪崩式的下跌 对 我问你 如果我是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我会怎么样 我会走到脖子不上去 我说真的 柯文哲第一次走到脖子不上去 是什么时候 去年11月15 他跟国民党去那签 那个不平等条约 你有没有 签了以后出来后悔 在直播的时候哭 你知道他为什么哭 因为那是柯文哲 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那时候那些留言 我都还把它这个下载留着 那是第一次这些 所谓的草粉 所谓的柯粉 第一次痛恨柯文哲 所以要表示他们要脱离民众党 然后呢 要跟柯文哲说古拜 认为他们绝对不会再支持了 我怕死人 我说今天动不动几千个人这样干 一走他们就走了 所以这一次呢 事实上从这些现在 只剩下这样的一个 14.3的这个支持率 那国民党也只剩下17.8嘛 这就是为什么 慢慢那个声音 罢免国民党的立委的 那个声音越来越大原因 当然他们会讲说 那我们也可以来反罢免 我们也可以 虚小薰说 你罢我一个 我罢你五个 你错了 因为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 没有那么严重的 没有那么浓厚的恨意 没有那么浓厚的仇恨值 而且呢 讲白了 这次你惹火起来的 是绿营跟这些年轻人 比较中间血民这部分 不是你国民党的支持者 那我问你 明年如果真的整个 双方要大罢免时代来 那到底谁会倒霉呢 对的确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 所做的最新的政党支持调查 这个民众党是下跌幅度最大 3.9% 所以他现在只剩14.3% 国民党也是下跌2.7% 剩下17.8% 那蓝白搞了半天 会不会白忙一场呢 忙着这样子把这个所谓的那种扩权法 把他强度观察之后 搞得自己这个政党的制度大崩盘 何苦来在呢 那问题是我们看到 柯文哲看了会不会觉得自己方向有错呢 他竟然还是去呛这个柯建民 说你这个跟20年前的样子像吗 那大家也就觉得 那你柯文哲跟10年前的样子像吗 黄国昌8年前样子像吗 我们就看到来柯文 因为这个黄国昌 2016年的这个脸书就说 做这么无耻的事还嘻嘻哈哈 经过今天呢 我确信 尺度无下践的中国国民党 没有悔改可能 该做的事就是彻底消灭他 这个明显弱沙 8年之后呢 却跟国民党好到不行 我当了参加政党的时候 一个前半的吃饭开港 他跟我说少年参加政党 要把他 如果说他的人生有什么 抗亡的话 他说政治一定要有一点理念性 政治一定要有一点理想性 这个理想性是什么 其实就是理念 什么理念 民进党发什么 他发民主进步爱台湾 清念 庆庆爱雄土 所以他如果没违背 这几句话 他的这个剃皮就在那 他的基本盘就在那里不走 那国民党呢 因为来到台湾 请像霍尔的移动城堡 因为空中来的一个政策嘛 空中来的政策他要下跌 他如果没有下跌 他的基本盘 就是过去所谓的互生逐温 所以他要下跌 理念会主政他下跌后 吸收什么 吸收所谓本土牌 但他的本土牌呢 那个时候如果有设置 基本上没什么 可能自己国民党因为会忘记嘛 所以他的本土牌有可能 我们就在说这可能一些 我们就中南部 你自己看那小拼头 你自己想啦 我就不要说太多 但是他本土牌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保修牌 就是说社会不要变动 为止我的改革 为止我的资产 和收入来源 记得利益 让我的赎押 那现在民众党如果要插政典 你要说你的理念是什么 那过去 曾经我和我说你做台湾保修牌 你把国民党那块切割出来 他有在想吗 我感觉他有在想 但是发生一个冲突 发生一个化学变化 就叫做英国冲 英国冲不是保修牌 英国冲是怕在做头 也不能说头 今天很极端 那种今天比民政党还极端 民政党八十分 你怎么做一百五十分 所以他把民政党的理念 夕拍而已 夕拍而已 然后他中间的这些参民 我现在是要支持 对一个民政党 他杀了吗 是要杀了那个韩国冲 那个奇怪 他理念说很进步 说要消卖国民党 结果和副分子 在做会 那个韩国冲 还是要支持柯文哲 但柯文哲又觉得 民政党说要爱台湾 结果中央委员 召去两岸一家亲 陈昭之说 他要标台 要投票 结果当团 反正不能进去投 那票会逼 车会投下去 所以政治 尤其是政党 你如果个人 还有法度 你会听到一些 这个我个人意见 这都开拓 比如说翁晓琳昨天宣战 所以今天中国潜水艇浮上案 这其实有廉件 他这些东西 你政党的理念 你要说清楚 除了个人立场 以外 政党到底是什么 国民党你到底有要放共代料吗 你不是要放共代料 你是要通议中国吗 你如果没有通议中国 你是到底要落地台湾 落地生的金幕 没有嘛 国民党都不说在闪嘛 闪的时候 台湾民众人见风插针 总把他扑手牌扑着 扑着走嘛 有没有 你看科文做他在选举的时候 没有都走他 跟过去 国民党的一些企业 地方组织 严重做会嘛 而中国潮 中国潮不知道他到底 站在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你如果说 用做利益的角度来说 你就是为了选串 和支持政党 你也不是为了做改革 做什么工作进来的嘛 不是做企业的进步 他这八年来就是 一步一步一直靠向国民党 慢慢走向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和民众党 民调的热的原因是 他杀不在当初 做政党的目标是什么嘛 目标是什么 他当时 尤其民众党 我说很多道 你到底是 要怎么独立你的主体性 你看 每次人说民众党 你是小男 他就说 我不是 你要尊重我的主体性 回头 一百城是小绿 苗博雅是小绿 陈柏惟是小绿 我都你们在说 你们这都做双重标准 所以民众会看 你的主体性 你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尤其他又像 那个时候说 要销售国民党 结果现在 跟国民党破掉 柯文哲说什么 我这辈子最讨厌 文子张郎 国民党 现在呢 跟国民党破作会 你变成你最讨厌的样子 他这个角度来看 政党如果没有理念 他的支持者随时都会走 那你怎么看 如果说柯文哲黄国参 看到这样的一个民调 那考验马上来了 6月21号 副院要表决 那他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组组组组的说过了 柯文哲 尤其我刚才那论述也同样 柯文哲如果要台湾民众党 保持台湾保守党党 含那些记得利益保守派 顶顶的团体站在这会 你就明确的讲 民进党支持同分 我不支持 去吸收嘛 民进党支持年轻改革 我不支持 你会挖过嘛 你如果国民党的票收来 但是绝对不是用 中国冲那种的 中国冲那种就是 嘴也要赢 砸底也要赢 面子理直都要 这种的绝对不会 我跟你说 我如果国民党 好好好 我跟你说 好好好 好到台湾 他敢跟你说 没要合作 你就没败了嘛 尤其新北市 大家都知道 台湾最大市 你就没可能败了嘛 所以中国冲现在 在演的企图 甚至国民党 我跟你说 国民党现在 他们现在应该 商老金 那8票到底要怎么办 国民党的DNA 虽然没法打败共产党 但是他赞金也对付过共产党 所以我们在设置的时候 都有听过什么叫做 一分抗日 两分对付国民党 七分做大 民众党现在就在 这个事情嘛 一分抗日 两分对付国民党 七分做大嘛 国民党不是搬啊 你看到他说 你在蹭我的骨 蹭我的肉 来来来 要合作 来来来 都合作 要回我的 版本要听我的 但新北市 要拿名字 不好意思 我有口袋人选 没中的版路 就是这样 所以 民众党要打下去 柯文哲 一定要和地拔葱 一定要和 黄国昌 划清界线 其实今天就有人在说了 说今天 黄珊珊出来 开记者会 说我们 才华法应该怎么做 左边是 不知道 林国成 右边 张旗凯 杀不黄国昌 意思就是什么 柯文哲要 拉回 他的主导权 这个时候就变成 柯黄 之间的政治角力 走到今天 都柯文哲自己搞的 柯黄之间的矛盾 但问题是黄国昌 现在恐怕是想着 2026 我要怎么选 新北市长 会不会白忙一场 因为我现在 对蓝银这么的好 一直按住 不去投票 但是结果 我们看到 有一份最新的 内部民调传出来 现在新北市长 到底谁的民调 比较高 我们看到 这个是蓝银 内部所传的 中广民调 新北市长 到底谁最高 现在 李四川 有33到35% 绿运的郑文燦 有33到35% 两个看起来是平手 苏巧慧是 31到33% 也不错 那黄国昌 大约是13% 范老师怎么解读 这个部分 黄国昌会不会觉得 那我都白忙一场 怎么办 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民调里面来看 这个包含像刘和然 他是新北市的副市长 他不管是跟苏巧慧 或者说是跟这个郑文燦 或者跟林又昌 来做PK的话 他大概都是在18到19 这个位阶 他的民调 都很平均 都很稳定 你说刘和然 刘和然 都是都很稳定 那也比黄国昌还高 比黄国昌还高 黄国昌只有13% 黄国昌有13% 那洪梦凯的话 也是一样 跟民进党的三位 来比的话 也大多是在26到27 也都很稳定 这个民调做起来 那李四川 大概都在33到35% 看起来就是说 李四川是完全碾压 洪梦凯 更碾压黄国昌 对 更碾压就是刘和然 对 所以看起来 李四川 这个民调战是中广做的 那中广我们知道 背后是谁 赵少康 赵少康嘛 战斗兰嘛 对 表示说李四川 现在是受到了赵少康的支持 战斗兰的支持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才有这个民调出来嘛 对 这个民调当然有机构效应 对于 这个侯友宜来讲 当然是不乐见嘛 因为我们知道侯友宜跟李四川是有 很严重的余量情节嘛 当初他们都是在这个朱立伦当选第一任的新北市长 两个人都副市长嘛 后来朱立伦连任哦 2014年连任 连任之后 李四川跑去行政院当秘书长 侯友宜继续留任 表示他不想跟侯友宜继续干副市长嘛 所以就表示他们两个人一定有一些芥蒂嘛 所以对侯友宜来讲 他当然不希望李四川选上新北市长 因为我的地盘被李四川给拿走了嘛 而且李四川会不会趁机报复 把我侯友宜过去八年的市政的一些问题 把它抖出来 就像现在这个贾望安把柯文哲的事情 抖出来是一样的嘛 所以他怕被报复 怕被清帅 他当然希望刘和然出来嘛 就为什么你看到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侯友宜并没有放弃刘和然 因为他是他最信赖的副手 还有时间嘛 还有时间 而且他现在 侯友宜可以继续帮刘和然 下一局就是想选国民党党主席 如果他选上党主席 他就有比较大的提名权 包含像民调啦 或者用各种方式 用政治手段啊 把这个李四川给戳掉嘛 劝退嘛 对不对 让刘和然还是成为国民党的 这个所谓的后选 可是那像黄国昌 不就都完全没希望了 那我这政治一直帮国民党 白帮了 所以黄国昌这样两头皆空啊 两头空 本来以为说 要去跟傅昆奇合作 对不对 当他的傅昆奇的副委组织 对 副水组织 然后能够获得傅昆奇总召的支持 然后能够打败 这个侯友宜 然后打败李四川 然后脱颖而出 蓝白河 现在看起来没有啦 你看这两天 如果看这个民调 蓝干嘛跟你白河啊 对啊 所以他现在是多头皆输 第一个 他自己的形象输 他过去是战神 对不对 是学运领袖 他现在没有 他跟傅昆奇绑在一起了 自己形象受损 对 第二个 想要透过傅昆奇来蓝白河 然后被整新北市的候选人 也没有了 你看这两天 傅昆奇的声量也没有啦 他大概也遭到党内很多批评嘛 他也不可能去帮 黄国昌来瞧这个蓝白河嘛 然后黄国昌 因为前一阵子 这个网路的声量 凌驾了这个 柯文哲 功高震主 柯文哲对于黄国昌的 强势主导立法院的这个意识 也不能够接受嘛 所以他必然 再来就是民众党的 刚才也强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 看起来民众党的支持度 还跟上二月比下降了3.9% 将近4% 这已经在误差范围以外了 所以等于说黄国昌 捅了四个马蜂窝 四个马蜂窝 结果现在全盘皆输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呢 我觉得他只能够持续的 继续的硬拗去跟 傅昆琪绑在一起 他没有回头路了嘛 没有回头路了 所以你看现在的复议投票 我相信黄国昌 还是会站在国民党那边 他还记傅昆琪 希望于最后一秒钟 他希望最后 傅昆琪是不是能够 让这个复议案不要过 然后傅昆琪大胜 然后黄国昌 再搭着傅昆琪的 这样的一个列车 继续往前走 好不好 他有一线希望嘛 所以他现在是 把他的所有的期待 放在傅昆琪 跟这个复议案上 但是问题是民众党 其他七个 不分区立委 会不会跟着黄国昌走呢 哎呀 陪着夫人又折兵 对不对 如果他们也不跟他走 他连五书耶 对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复议案 如果在目前看起来 可能不会过 但如果过了呢 那黄国昌不是 这体的五案 据了解是他自己 他主要是他操作的 变数就是民众党 那八票嘛 对啊 所以那八票很重要嘛 对 黄珊珊会不会挺他 黄珊珊最近呢 我们看黄珊珊最近的 这个态度 反而是跟民进党比较好 对那这个 这个黄珊珊本来 他就是 他也是法律人 他也很懂了这个 他也当过这个市议员 很多很多很多届 当过台北市副市长 对 他也知道这个 立法院扣权的无法 不应该嘛 所以我像 我是希望他能够 能够在这个大义的 大义能够灭亲 站在这个 这个正义的一方 不要真的 又被黄珊珊给 跟国民党绑架去了 所以我觉得 民众党的这七席 这个不分区立委 从二月一号报到 到现在为止 鸦雀无声 黄珊珊被 这个黄珊珊给绑架了 对 被他们 被黄珊珊这个驱使 我觉得你们要展现出 你们的自主性 对 你们应该要对得起 支持你们民众党的 这些小草嘛 我相信他们 绝对不能够接受 黄瓜珊这样 跟附庚奇 这样的保守势力 绑在一起嘛 跟国民党这种 这个统派绑在一起嘛 所以我觉得 像黄珊珊 你是个有识知识 一个知识分子 你应该站出来嘛 对 那你看像这个张旗凯 他也是个媒体人 我们过去也接触过 他也是蛮理性的 他也不是那么蓝绿 他也应该站出来嘛 正在自己的良知讲话嘛 所以我觉得 民众党的起习 是非常关键 而看起来 他们现在跟黄国昌 已经渐行渐远了 民众党面对民调的崩盘 但似乎呢 还没有止哦 民众党的中央委员 就是他们一个叫做张凯军 他率团去在海峡论坛 那他在论坛当中呢 就是重申柯文哲的 两岸一家亲 没有想到呢 此话一出呢 竟然被民众党切割 甚至呢 扬言要进行处置哦 宇洁怎么看 如果这样的情形之下 立场让党员 根本无所适从 民众党会不会 持续的在流血呢 我一直在讲哦 因为民众党是 集天下之大臣 陈昭之偏绿的 他会赞成统派吗 他当然不赞成嘛 以前他最支持的阿扁 是讲一边一国的呢 你先讲两岸一家亲 陈昭是不是气炸了 不过还好 他也没有很气啊 他就跟救国团投票 没有我本来要进去投 后来就没有投 那这个他也是这样讲啊 说张凯 这个张凯军的言论 这个非常不恰当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能怎样 克文哲讲过了 对 怎么不恰当 克文哲就讲两岸一家亲 他说民众党始终坚持 两岸一家亲 就跟克文哲一样啊 克文哲当台北市长讲的啊 对不对 到中国去讲的嘛 克文哲昨天讲的话 今天可以自己否定他 可是呢 张凯军不行 因为你没有克文哲大咖 克文哲是一人政党 虽然现在已经变两人了 现在加个黄国昌 但是呢 民众党里面太多 不同的组成成分 有深绿的啦 然后有浅蓝的啦 有黄色变蓝色的啦 他的里面的光谱 实在太复杂了 所以当你 就是他们都很会换老板 光谱很好换嘛 对 换个绿片就会换颜色了 所以克文哲很容易被换这样 对很好换嘛 所以说克文哲现在 干脆就不讲话了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怎么办 两岸一家亲不是 克文哲去中国讲的吗 那现在变成说 我们不能那么小蓝 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 那我们走捅可不可 也不可以那么捅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那也不能变小绿 那到底民众党现在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对 所以为什么他的支持度 一直雪崩嘛 他以前等于说年轻人 最厉害最支持的 就是民众党 现在变民众党的支持度 我不知道林氏真的还假的啦 那真的很可怕 那个克文哲晚上午夜梦会睡不着觉 我的年轻我的小丑都到哪里去了 小小丑 对就算变冲 那应该还是支持民众党啊 没有 现在表示变成冲的年轻人都没有了 连变成冲的年轻人都没有 他是归零 那你认为克文哲 想不想检讨民众党的路线 我觉得他想 但是检讨不动 现在整个克文哲被架空了 民众党现在说克文哲要弄什么 党内互贫机制 互贫 早就说 他每次会丢 所以黄国昌也会被贫 克文哲也可以被贫吗 谁敢贫黄国昌 谁敢贫克文哲 对不对 现在看来敢出来 唱反调了 只剩下江和树而已 其他民众党有哪一个出来 没有 只有江和树敢出来唱反调啊 其他的每一个都明哲保身 陈刀之 早知道我就投了 那为什么不投 因为这个那个 就不敢嘛 就是这八席 立委 黄国昌强力主导 其他的七席 黄珊珊还在适应水温 那其他六个人 哎呀算了算了 就随便了 反正两年一婚就混过去了嘛 所以你认为这样 混过去的民众党 会有民调吗 会有支持度吗 还会有人继续跟着他走吗 所以克文哲他不 他说不要搬庙口 克文哲说不要搬庙口的辩论 为什么你知道 怕没人 真的怕没人 因为第一个 难看 对因为 整个民众党里面的口径 都不一致嘛 对于这国会的武法 他们的口径不一致 对于两岸口径不一致 对于党产条例口径不一致 下面搞不好 自己群众都吵起来了 你就来在庙口前面 神明面前就打起来了 说不一定 所以最好方式 干脆就蹭蓝或蹭绿 你们办个电视辩论会 我就跟着你去 没有啊 我们在立法院 19号20号就可以跟卓榮泰院长 好好的过招啊 客人都说 对可是没有我啊 因为他不是立法委员 他进不去啊 所以说克文哲目前我觉得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 声量被黄国昌抢走了 年轻人被民进党给拉走了 然后你想要找青鸟 青鸟恨死你了 那你要见小草 小草的长翅膀都飞走了 所以说克文哲目前就是 好吧 就先这样子啦 反正能撑几天算几天 以后怎么办 明天再说 这就是克文哲目前的想法 柏宇怎么看 因为克文哲现在是想要 立网团栏嘛 他说呢 传出啦 他要弄一个匿名互贫制度 带入党内一般的幕僚呢 同部门互贫 主任级的高阶主管互贫 他这个意思要搞 搞他 党内又要互斗了吗 说匿名真的有办法匿名吗 这个真的是问对人了 这个管理学毕业的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他 柯文哲以前出过几本书 什么白色 什么挖歌的 什么科匹管理学 我都有去拜读啦 读一读比我大一的管理科的目录 还要更基本 就是他其实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 他只是把可能 平常大家可能没有学过 管理学的东西 名词拿出来讲一套 那以我对他的观察 他就是 有一个名词很新鲜 他就会拿来用 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 什么SOP KPI 那个都是我们大一上的 基本必修课程 但是他今天讲到员工护评 这个就不在管理学里面了 这个在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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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行为课里面 就是说组织啊 有很多的不同的行为 如何观察 而且运用分析这些行为来达成良好的员工绩效 那里面又包含了什么目标管理啊等等 这个细节就不讲了 员工护评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他们互相没有利益冲突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跨部门的合作 主管之间的护评 可能是部门之间不同小组的 那我们来做护评 我觉得他做得很棒 我也很棒啊 大家都很棒 是要一起很棒的 但是呢 据柯文哲前幕了 柯玉安 小牛表示 过去啊 有一个这个局长 帮这个柯文哲完成西区门户计划 但是呢 因为他非常专业 而且认真打拼 所以呢 在同裁之间 可能关系并不是第一名那么的好 但是呢 等到这个局长被柯文哲 因为互贫的关系赶走之后 柯文哲到处跟人讲 西区门户计划是他弄的 那以此来表现出 做得好的人 不见得会在员工护评里面 得到这个比较高的分数 所以呢 这个就很好理解嘛 有一个人 这个班长上班的 上课的时候都抱乖乖桶 要请大家吃 他的人缘一定很好嘛 可是你说因为这样班长就很会读书 班长就能够壮大这个班 没有没有连结关系嘛 你用员工护评制度 来做这个党内的护评 而且要加上匿名 我觉得这一定有他一个目标 我讲一个出路的 他针对谁 这个就是 然后现在又爆出说 民主党说 柯文哲的分数也没有很高 这个逻辑是这样子啦 他是匿名护评嘛 那所以我是不是 比如说有人讲汪杰明坏话 我可以自由的加油添触嘛 因为你们不知道是谁写的 你要你就公开护评 不过坦白讲啦 政党根本就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啦 对 因为搞这个根本就是在内斗嘛 对嘛 政党你要KPI就比党员嘛 你要OK啊 这个就比战略的目标嘛 就是你要选哪一个县市 你比一个员工护评 其实就是在搞斗争 没有 政党里面搞员工护评 没有任何的优势 因为这政党里面一定会搞得无烟瘴气嘛 民风姐你怎么看 因为这个党内护评又是匿名 然后又传出说 柯文哲的分数都没很高 那如果柯文哲的分数都不高了 那其他人会高吗 是不是 其他人也有可以高过 这个柯文哲吗 那这个是不是也有 他的所谓的目标 到底是想要斗掉谁呢 对啊 那如果你要搞 搞护评的话 就是要放任两边在斗争嘛